我在斯里兰卡哥伦坡 我在赵兰塔斯 我在京岛 我在巴西 我在掌心西安 位于中国版图的中心 也是西区之路的起点 这里不再就是历史辉煌的坐标 更再成为掌心正常的起点 你看 这支洋铁图队 正在水里 它闯连起洋欧大陆 四十五个国家的区区 将五千多种货物 向全球出走 在我身后的这座港口城 十年前还是一片汪洋 经过中国建设者的努力 一个现代化的经济特区 出去出行 这里的珊瑚 曾因生态恶化和海啸冲击 而受到严重的破坏 中国建设者用中国技术 改良防波堤 鞋体状的设计 为珊瑚提供了 适合生长几个表面 现在 三达七公里长的 防波堤珊瑚平均覆盖率 已达百分之二十次 当这一台台风机 被高高力起 足够转动 就变成了能量与活力 珊瑚塔斯风电项目 每年三点五千瓦时的电能 可满足二十多万家庭 用电需求 扭转哈萨科斯坦南部地区 缺点现状 来自中国的预防者 用他们的坚守和担当 让当地百姓 有了定心丸 让中哈友谊 有了连心桥 我身后这条电力高速 线路跨越巴西五个州 八十一座城 解决了两千两百万人口的 用电需求 项目建设者 克服高温 大风 雷雨等挑战 创造了巴西电力的新纪录 它是一座不断打破纪录的港口 拥有着比真世界的实力 人们称它为 一带一路 新坐标 2022年自动跨码头 乔教平局战机作业效率 第九次刷新赚钱效率的世界纪录 领导全球同类码头 青年间 国领便为七笔 杀鹿 发作铁轨 我爱那个不老深圈的长安 我更爱拥抱世界的西安 港口昼夜不停 巨人鸿鸣不断 这是千岛感的脉搏 也是中国竞技的心跳 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 也是有温度 有智慧的中国方案的落实之地 是这条电力高速 将光明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今晚的风从荒漠吹过 幸福的梦也在这里扎根 传造历史的车轮 还在一直相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